大家好,我是UN200V 今天要為各位介紹的是真空棒譜配合真空字句 來呈現什麼叫做吸痕緊 今天為各位準備了一些器材 我們的真空調壓顧慮器 兩種不同類型的真空字句 今天要被吸的主角 一個表面做過特殊處理的壓克力板 模擬不容易吸的平面 然後這邊用球法來模擬我們管內巾大小的不同 各位會發現這邊有兩種不一樣的字句 在設計上也略為不同 像我們右手邊這一個是屬於棋盤格的設計 那真正有開孔的部分是這五個 透過這五個吸氣孔 讓這一整個棋盤格成為同一個抽氣的回路 這個就比較適合面積打過它的弓箭 那像左手邊這一個 所有的孔都是吸氣孔 那這種類型 如果弓箭比它的面還要大的時候 吸氣效果跟它其實是接近的 但是如果說我的弓箭比它還要小的時候 然後這種字句是可以利用把孔徑封起來的方式 縮小它吸氣的面積 達到我們要吸膚的功能 那這樣的一個設計 氣盤格的就不行了 接下來我們將剛剛的球法 裝在字句上面 模擬管內巾的大小 然後試著吸我們這一塊壓克力板 給各位做參考 接上我們的氣膠管 打開胖脯 各位可以看看這奧樂的成功表 像是有在抽氣 那如果說我把手法變小 它怎麼錄就上來了 表示現在這邊都補死了 完全沒有進 那我們現在全打開 把它吸上去 整邊叫做吸很緊 每個人概念不太一樣 我個人認為吸很緊應該要想這樣 甩都甩不掉 會拔不開 推不動 沒辦法發轉 那這樣子才能夠標準 那我們把管內巾變小 模擬那個狀態 現在會動 那如果我的射箱加工力比較大的時候 它可能會跑箭 或者是叫箭 那您的加工門會失敗 好 少是 這樣子就不合格 好 我就認為這樣就是吸不緊 那真空支具要吸得住啊 像這種類型的支具 因為它是棋盤格的 你必須全面都遮住 才吸得住 只要有漏氣就不行 那我們現在試試辦 這樣就送一支 所以 因為面積遮得越好 它就越吸得住 全面壓住的時候就吸得住 這樣子沒有問題 那我們再來看看另外一個支具 現在各位看到的 同樣這樣的工件 我們現在吸大的 不會有問題 但如果說我們今天是要吸小的呢 譬如 這個尺 這樣子 你就吸不住了 那我們用什麼方式來改善 很簡單的 用遮蓋 現在 遮蓋的部分已經用全盔包做好了 那我們剛剛吸不住的尺 現在就吸住了 比較緊 我吃吃看 這樣子不會掉 應該就是吸得住 像這樣的類型的支具 是可以這樣子運動 比較方便 好 綜合以上 我們真空支具要吸得住 前提一定是我們幫補真空度跟流量要足夠 再來就是要選擇我們不一樣的應用 選擇不同的支具 搭配足夠的流量 我們東西才吸得住 那吸的緊 才可以讓我們不論是在研磨 還是加工 甚至是吸附遺宅的部分 不會掉件 這個才是我們要吸住的目的 以上是我們的影片 謝謝 謝謝